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进党 柯文哲这样解读 最近不管是民进党的文宣 国民党的文宣 我觉得奇怪 你们怎么会两个党都只有打一个人 如果要选最好领导的人 当然是要选谁 要选柯文哲 如果要选说最有机会政党轮替 那当然也是选柯文哲 这样就好了 其实国民党一直在讲 那个都是操作气宝的手法 认为对手又在打气宝操作 不过最近蓝颖似乎慢慢解除禁科令 传出只要扫机 认为对选情有帮助 都能找柯文哲排推荐影片 但原则上只限新北台中 应该可以帮忙就帮忙 其实这也是一样 这个叫市场的实力原则 就是说对国民党的小机们来讲 他要找比较强的母亲来帮他 所以这也是一个 事实的真相 谁是比较强的母亲 愿意帮蓝颖小机催票 只是国民党台南令委护选人 李全教 先前推出与柯文哲同框文宣 却让民众党紧急声明没有授权 现在又被爆料 有台南支持者 收到李全教跟柯P肖像面指 跑去报警 对此科进办发言人陈志涵得知 要求地方党部主委识认表态 显然在选战中 不管什么颜色的选民 多一票是一票 华视新闻学界红星雨一栏报导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